你靠著抽煙的牆 影子已經折疊得小小的 下起淡藍色雪花 我卻突然忘記寂寞的筆劃 刘小怡来我裙子里点烟 这一首诗成获夜红女性诗讲 是刘小怡第二本诗集 作为吉明的作品 来我裙子里点烟 这一首诗是女性告白体的诗 叙事者我向你告白 情感十分的刺烈 第一节的情景是 阳光偏斜光影点点 我看到靠在墙边的你 心情为之一变 从前的寂寞感不再存在 第二节说 风大了来吧 来我裙子里再点一支烟 意思是 我会用裙子挡风 互为你点燃要吸的烟 点烟在诗中是一个异象 如果结合情色联想 那就有了女性 以身体召唤的意涵 第三节描写曾经各自流亡 而今再度相拥 身躯骨折 骨头折断了 表示历经创伤 我们还有余生吗 成了叙事者 最想要追问 最关切的命题 不如蹲成废墟那一节 可以理解成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掌握 肌肤相亲的感受就好 再次涌紧我的骨折 还能有余生吗 在诗里边这两行 是劫后的忧虑 不确定能不能复合 能不能共度余生 接着说 稍早 你已经抽出绵心 说破了本质 绵心是点火用的 既然你已经抽出 打火机的绵心 那么我担心 你还真能点火吗 接下去 点醒对方 不要软弱 来吧 钻入我变形虫花色的裙子 变形虫花色 有圆点 有曲线 十分的花俏 还带一点野艳 诗人在诗开头 写到的裙子 没有加上任何的形容词 已经十分的惊人 到这个地方 裙子变成变形虫花色的裙子 就更具有挑逗力 更具有诱惑性 诗的结尾说 不论你想与我跳双人舞 或独自出走 至少我可以掩护你 成功地点燃一支烟 中国大陆诗人学者 周战 曾经称许这一首诗 暧昧而坚定 放肆而性感 这是一锤定音之评 评论得非常精确 的确我们看这一首诗 表现大胆 精神前卫 是一首突出女性自我的诗 现在请听诗人刘晓怡朗诵 来我裙子里点烟 来我裙子里点烟 你靠着抽烟的墙 影子已经折叠得小小的 夏起淡蓝色雪花 我却突然忘记寂寞的笔画 风大了 来吧 来我裙子里 再点一支烟 拾母般流亡和跳舞后 涌紧我骨折的身躯 却怎么也听不到海鲜的血缘 从石头中抽出一丝妇女 你问 我们还有余生吗 不如蹲成废墟 却爱皮肤触感上的守护幽灵 凡有香气的 都像善良的鬼 白色的 都像天使衣板 你绝颈一角 再次涌紧我的骨折 还没有余生吗 稍早 你已经抽出年薪 说破了本质 月时 雪母都醒了 你知道你拥抱的事 自己的软弱 来吧 专入我变形葱花色的裙子 无论你想跳舞或流亡 至少我可以掩护你 成功地点燃一支烟